大家好,欢迎来到第一科技站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明明都是Type-C接口 用不同品牌的线和插头 充电速度天差地别 甚至可能完全充不上电 比如,这是一根贝尔金240W Type-C数据线 这是贝尔金96W电源适配器 用它们给三星S24 Ultra充电 根本达不到三星最高支持的45W充电功率 实际功率只有15W 而奇怪的是,将插头换成功率更小的华为90W适配器 竟然成功触发45W快充 更离谱的是,用华为手机附带的40W插头和线材 给iPhone15 Pro充电,竟然完全充不上电 今天这期影片,我们将深入剖析 看似一统天下的C口,背后的混乱现状 让用户选择数据线或充电器时少走弯路,避免踩坑 10年前的2015年,乐视超级手机1发布 它成为全球首款采用Type-C接口的手机 在此之前,安卓阵营普遍使用Micro USB接口 这种接口是T型的,内有5根引脚 而Type-C接口有24根引脚 这极大拓展了功能性 更精妙的是,用户无需像以前一样区分正反差 节约了时间 这种碾压性优势,使得C口迅速在安卓阵营普及 而对于苹果,其自研的Lightning接口 在2012年后成为iPhone和iPad的标准接口 然而,事情在2022年迎来了转折 由于欧盟立法推行Type-C接口 苹果不得不逐步将产品换上了C口 从此,智能设备的接口终于实现了大一统 妈,不,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如今,Type-C统一的只是接口的物理形状 而接口中的硬件细节 包括引脚、排线、线材的质量 以及支持的软件协议都天差地别 我们先从硬件角度看看其中的差异 这是Type-C插槽和插头的标准结构图 插槽共有24个引脚 分为A面和B面 每面共12个 呈中心对称分布 这里的VBUS是电源引脚 共4个 负责提供电能 GND是接地引脚 也是4个 用来保证电路安全 这里有12个数据引脚 中间4个负责低速数据传输 而两边的8个负责高速数据传输 剩下的是两个配置通道引脚 CC1和CC2 以及两个侧带引脚 Type-C插头的结构与插槽相似 不同的是 插头里只需要一对低速数据引脚 CC引脚变成了一个 用于区分正反差 另一个CC引脚改了名字 用来给插头里的小芯片供电 没错 小小的插头里竟然还塞了一个 叫做EMAC的芯片 它用于接口设备的认证和通信协商 理想情况下 Type-C的24根引脚都会接上线来执行任务 但实际生活中 许多产品用不到全部24根引脚 为了节约成本 厂家只会将其中几根必要的引脚接上线 如果用不到EMAC芯片 就干脆不装 比如 这个台灯的Type-C接口中 24根引脚只接了4根线 而且没有装芯片 这种由于厂家个性化定制产生的间接差异 为Type-C线材的混乱埋下了伏笔 除了硬件 现在我们从软件角度来看一下差异 一根标准的数据线承载了三个核心功能 电能传输 数据传输 和信号传输 电能传输指的是充电 或者为设备直接供电 数据传输是通过线材 在两台设备之间传输文件 而信号传输指的是将实时的音视频信号 在设备主体和外围设备之间进行传输 我们首先关注电能传输 它是数据线最常用的功能 也就是给手机充电 手机充电的过程需要电源适配器 Type-C线材 以及手机 三者进行协商 找到共同支持的充电协议中 最优的那个电流电压档位进行充电 而充电协议的复杂性 让Type-C的充电速度充满了变数 目前充电协议分为两大类 通用充电协议和各个厂商的私有充电协议 通用充电协议有两个代表 一是高通公司推行的QC快充协议 这个协议已经从第一代的QC1进化到了QC5 更新的QC协议往往意味着更快的充电速度 和更强的兼容性 二是USB-IF推行的PD快充协议 它的历史版本有 这里的USB-IF中文是USB开发者论坛 它实质上是一个标准化组织 负责制定和USB相关的软硬件标准 一些朋友可能听说过 PPS中文叫做可编程电源 它是PD-3.0中一个可选的特性 PPS意味着充电时插头的输出电压不再是恒定的 而是根据手机需要实时动态调整的 除了QC和PD两类通用协议 其他厂商的私有协议更是五花八门 比如华为的FCP和SCP 小米的Turbo Charge 以及OPPO的VOOC等 这些私有协议彼此之间并不兼容 只有搭配原装充电器 才能触发最快的充电速度 充电协议的不统一 严重阻碍了Seql一统天下的步伐 值得肯定的是 一些厂商开始尝试打破现状 推出了UFCS融合快充的概念 希望构建统一的快充体系 来兼容各厂的私有协议 然而现实是 UFCS仍处于起步阶段 支持融合快充的设备目前仍少得可怜 接下来我们来说数据传输 我们细心观察电脑的USB-A插槽 可能会注意到一些插槽塑料是白色 一些是蓝色 这里的颜色是为了区分接口支持的传输协议 白色是USB2.0 蓝色是3.0 2.0协议规定传输速度 最快可以达到480Mbps 而3.0则可以达到5Gbps 这些协议都是由刚刚提到的USB-IF制定 你可能会问 是不是这里的版本号越大 传输速度就越快呢 不完全是 比如 请判断USB3.0 USB3.1GIN1 USB3.2GIN1X1 三者哪一个速度最快 答案是一样快 因为三个名字指的是同一个协议 出现这种现象要归功于USB-IF脑洞大开的命名方式 命名新协议时 不仅要一次比一次冗长晦涩 而且还要把已经发布的旧协议 重新赋予一个更拗口的名字 这种奇葩操作 最终把USB-IF组织自己也绕进去了 最后不得不开会决定 名字什么的不重要 还是用图标表示吧 这个表格总结了USB各协议的曾用名以及符号 在选购数据线时一定要比对这个表格 确认好线材的实际传输能力 除了USB协议 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在Type-C接口旁边 见过一个闪电的标志 这是由英特尔最早提出的Thunderbolt传输技术 中文名称叫雷电技术 苹果将其译为雷利 它最初由英特尔公司独立开发 后来苹果与之合作 将雷电技术用于苹果设备间的数据传输 早期的雷电技术 依赖苹果专用的Mini DP接口进行传输 从雷电3之后 开始转向Type-C接口 最新版的雷电协议 是2024年推出的雷电5 需要注意的是 雷电技术并非仅用于苹果设备 其他品牌设备也可以使用雷电接口 支持这一技术的C口上 会有一个雷电的标志 2019年随着USB4协议的推出 雷电和USB协议 这两个独立发展的传输协议 开始深度融合与兼容 现在当C口数据线插入时 首先尝试建立雷电连接 如果两台设备中 有一方不支持雷电技术 则会降级使用USB协议进行后续传输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Type-C数据线的第三个功能 音视频信号传输 对于音频信号 由于几乎所有手机都取消了3.5毫米耳机孔 耳机在进行有线连接时 必须依赖于Type-C接口 当Type-C耳机插入安卓手机 Windows电脑或苹果电脑时 USB Audio Class简称UAC协议 会发挥作用来指导音频 通过数字信号进行传输 之后交由耳机负责数字和模拟信号的转换 而iPhone却走了另一条技术路线 它不使用UAC 由手机本身负责信号转换 直接将模拟信号输出给耳机 所以一些朋友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自己的Type-C有线耳机明明兼容苹果电脑 但插入苹果手机之后 出现极低音量或全损音质 甚至没有声音 这是由于该有线耳机 是基于UAC的纯数字信号耳机 不能直接处理iPhone传来的模拟信号 接下来我们谈谈视频信号传输 当你使用Type-C数据线 连接设备与显示器时 二者会进行通讯协商 首先尝试雷电技术 没错 这个技术不仅可以用于数据传输 也支持信号传输 如果有一方不支持雷电 接着会降级为DP Alt Mode进行传输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我的电脑和显示器都支持雷电 为什么双C口的数据线连接时 显示器却是黑屏呢 这是因为数据线也必须支持雷电 需要选购有雷电认证的线材才可以 总的来说 Type-C统一的只是那个 正差反差都可以的物理形状 而内部的硬件细节 以及运行的软件协议 仍处于一团混乱 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术语 以及招令西改的命名方式 为厂家混水摸鱼提供了方便 普通消费者怎么会知道 版本数字更大的USB3.2 GIN1 XE 实际上要比USB3.1传输速度更慢呢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Type-C大一桶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我们来说说 当前一根全功能满血顶配的数据线是怎么样的 一句话总结 如果你看到一根线明确标注通过了 英特尔雷电5认证 那么它就是目前能够买到的 最强最全能的C2C线 没有之一 它拥有80Gbps双向 120Gbps单向发送的超高数据传输速度 USB PD3.1 240W最高充电功率 支持8K超高刷新率 以及兼容雷电3、4、USB4、USB3X、USB2.0 等这种顶级的向下兼容性 影片最后 希望大家选购限材时 不要被营销术语迷惑 少踩坑 如果本期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订阅第一科技站 不错过更多最新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